大家好,我是滚滚,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演车官AXA 今天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 因为能跟大家介绍,我是认为这台运动轿车,腰杆之座 那么它是谁呢?它就是全新的第二代长安Uni V 看到这台车的外观,你是不是觉得它的价格会有些高? 会不会年轻人会担心自己负担不起? 我告诉大家,不会的,为什么? 因为它的艺术价,只要,注意是,只要10.89万元起,你有没有心动呢? 说实话,非常喜欢第二家Uni V前列,这套新辉式的家族设计也非常的好看 个性而且时尚,它呢,在很多地方都用了三角形的设计和元素 就比如说这个隐藏式的中网,你远看是不是会以为它是一辆电动车呢? 但不是这样的,除了三角形的隐藏式中网之外 你能看到下方的进气口啊,包括这两侧灯组下方 甚至灯组上方都有三角形的切割设计 整体的造型非常的锐利 但如果你要问我第二代Uni V的前列哪里最让我印象深刻? 我会回答,这条碳纤维的前纯,因为它的造型真的是非常的运动 而且它还有碳纤维的这种花纹以及亮橙色的点缀啊 亮橙色的点缀呢,和这个灰色的车漆似乎也是非常的协调 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年轻个子 对了,我还要说明一点啊,毕竟是一台轿跑车型 分组系数肯定是它设计考量的一大重点吧 而我们第二代长安Uni V它的分组系数仅为0.25ZD 你要知道这个数据比第一代它降低了整整7.4% 嗯,长安的工程师们用心了 做了一款紧凑型的轿跑 第二代长安Uni V的车长4720毫米 车宽1838毫米 高度1430毫米 轴距也是非常标准,来到了2750毫米 车侧呢,绝对也是第二代长安Uni V最美的角度之一啊 毕竟是一台体态非常优雅的轿跑车型 同样能够在它的侧层上面找到亮成的元素啊 同时呢,除了灰色的整体外观 我们能看到这台Uni V它在后视镜照啊 它在整个窗框啊,它在轮毂啊 包括车顶都是用黑色撞色的设计 更加凸显出它的一个运动感 而且我们这台车型,它的轮胎尺寸非常的大气啊 它是一个2354019寸的尺寸 用的是登陆普的运动胎 也是跟它的整体的属性非常的搭调 0.25cd的分组系统怎么来的 当然是从点点滴滴里面抠出来的一看 隐藏式的门把手 再来说说车尾啊 看到这条非常好看 辨识度拉满的贯穿式尾灯了吗 它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三角的心灰的元素 前后相呼应非常的不错 这个才是它车尾最重点的地方啊 双边共四处的硕大的G型的排气 赞见了它运动轿炮的身份啊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想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我们这台第二代长安运运运的声浪 可是由长安升学团队历经三年量身调教来出的 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都来听听看 应该还是非常震撼的 我想每一个热爱驾驶的人 你都会喜欢全新第二代长安运运运的这套内饰的设计语言啊 因为它真的是把战斗氛围和运动赛要重金融满了在里面 一个树大的赛车一样的团形放盘 加上两个金属质感的拨片 在你面前的是一块由三连品 而且是像这种开心剑一样的环绕式的三连品围绕着你 然后上面能够显示一切的行车信息 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它 甚至当你按下这个super race的按钮之后 不仅尾翼会升起排气会变响 同时整个预表盘也会变成赛道UI的页面 能够给你提供技职啊加速信息啊 这种东等方面的你在赛道上想知道的信息 它里面都能提供给你 而且这个四色的氛围灯也会随之配合 哇这台车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赛道之王了吧 我觉得 而且除了整体的氛围非常的运动以外 你会发现现在UNIV它的内饰的材料用来也非常的高级啊 中控台沿了一圈的要分它的材质 甚至还延伸到了扶手箱这边啊 同时它的整体的车位纯组空间的布局 我觉得也非常的合理 除了里面有很大的扶手箱之外 这边有杯架 前面是很大的手机无线充电面板 在下面也能放放东西 还有额外的SD和10C的充电口啊 现在是有种麻雀虽小也不是很小啊 但是一两五档俱全的感觉 那么作为一台运动轿跑呢 它前排的座椅自然也是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啊 同样是灰尘香蕉的配色 不仅外观非常的时尚运动 坐姿也是非常的不错 和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同仪 其实坐椅不太一样的是 它的包裹性很好 但同时坐起来也绝对不会 让你腰椎全盘突出这么一个感觉 因为我坐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柔软舒适 支撑性也是非常的完美 而且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台车它只能跑 它其实也非常的稚嫩 因为它全系都标配了 二级别的全速自信驾驶辅助系统啊 同时呢 像远程泊车辅助啊 50米的循迹倒车功能啊 它都有 所以说如果你不信误入窄路啊 一条死胡同啊 不用担心 它能够轻松的把你带回去 作为一台紧凑型的轿跑 虽然它因为溜背的外观嘛 毕竟要好看 后排乘客的头部空间可能不是特别宽裕 但好在它有一块面积非常大的全景天幕 所以说后排乘客的视线头按可以非常的通透 而且它的后排腿部空间的表现法 还是让我有点小惊喜的 因为前排是我一个正常坐姿 后排还能有两拳有余的这么一个表现 同时它后排的长度和靠背的角度呢 我都觉得是差到好处的 反正是绝对不会让后排乘客受委屈的啦 也就是说你甚至能够带着三个乘客去跑赛道 当然一定要记得所有人都要戴好头盔哦 静态体验完了这台全新的第二代长安UNIV之后 我居然有点羡慕现在的年轻相费者 虽然我也不老 但你想想现在只要花10万出头 你就能得到这么一台外观如此个性 时尚动感然后内饰材料如此厚刀 智能科技也没有落下 甚至还能给你带来驾驶乐趣 你甚至能拿它去跑跑赛道 这么一台非常全面的紧凑成的驾轿 我认为它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应该是能够给到非常多的惊喜的 好的多了也不说了 我期待能够早上试驾到它 如果能在赛道上试驾那就更好了 我是滚滚这里是验车官X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